剥了块面 烙几张发面饼 锅热了 放下去 都不用割油 熟了 我今天一大早起来 做的早餐 我和我先生吃早餐 做的很简单 这是我烙的饼 看好不好 发面饼真是 这个菜特别好吃 特别的爽口 大早晨我先生就点这个菜 让我给炒的这个菜 嗨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 爱分享的恩乃姨 今天是周六 也是历秋今天 我早上起来 一大早 忙忙乎乎的 烙的发面饼 炒的菜 我先生想吃这个 炒这个素菜了 一会儿吃完早点呢 我就要忙我今天的 历秋的饺子 这个必须得安排上 那我就赶快吃吧 吃完就去买去 看我烙的这饼 特别好 发面饼 自己在家里吃早点 舒服 来个紫薯吃 好我开始吃 吃完一会儿出去 采买一下 包饺子 吃完早点 我出来那个 买点那个 今天包饺子的韭菜 我们家还有肉 就不买肉了 还有那个 历秋这天得咬秋 再买个西瓜 哎呀包饺子呢 涂的就是贴秋标吧 到每到这个节气 我们家都包肉饺子 天津人的习惯 也是包肉饺子 我估计这个节气 全国人民可能都是吃饺子吧 好菜店到了 小姑娘 这个韭菜多少钱一斤今天 我们家韭菜两块八一斤 两块八哈 嗯 好 我来一点 好嘞 买个小瓜咬秋去 今天必秋 回来了 一会儿把那个韭菜摘完了以后 赶快洗了 今天包饺子特别省事 我那个家里那肉馅是现成的 上次包饺子剩了这么多的肉馅没用 那一会儿把那个韭菜切完以后 往里一和 特别省事 我把面和出来先 我跟着转称的 一定是需要的 至少 我对转称的 我跟着转称的 都不必要 这一点 有些人 我跟着转称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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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个自己包饺子又忙又累的 天天赶赶愣愣的 人不就活得这点心气吗 是吧 你说什么事就说 哎呀我什么事都不愿意干 那就想闲着 闲着有意思吗 我觉得没啥意思 忙忙碌碌碌的 忙中才能产生快乐 你忙你才知道什么叫闲 闲的时候 家里来人呢 今天一上午还挺忙活的 今天一上午还挺忙活的 又做早餐又包饺子 一会儿呢 把那个西瓜切了 咬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恩奈阿姨的给恩奈阿姨长按点赞 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